您有收過科技執法的紅單嗎 目前全台灣有至少740 470處的科技執法 確實降低了死亡車禍 像高雄減少了一成之多 但也引發部分駕駛抱怨 像是路口指示牌不夠清楚 收到紅單才知道違規項目 當然最根等的方法 還是小心開車 交通違規開罰 自從要被祭典後 祭典 祭典 全部都是祭典 每天陳情案如雪片般飛來 後後一疊得要一件件方忙確認 再寫陳情信給警察局 因為違規祭典也許罰錢是小 但後續對駕駛的影響層面 才是最重要的事 那你看看他一天生活下來 一天撞不到一千塊 可是一個罰單 就要可能上萬塊以上 還要祭典 那你祭典了以後 你十二點你要調扣牌照 這個行照要兩個月 所以最多的是摩托車 七成以上都是摩托車 那我們申訴了這麼多 總覺得說我們政府單位 應該將心比心的去看看民眾的生活 要不然你看我們的交通的處罰的罰金 越來越高 這是他處罰的罰金 違反了這個比例原則 收到罰單才發現被民眾檢舉或警察舉罰 覺得真的太委屈 就是找上民意代表幫忙 而這些罰單最後可以申訴成功免罰的 大概只有一成 而且現在除了無所不在的民眾檢舉外 還有入口的科技局法 明明都紅燈了 駕駛還是要硬闖 只好先跟荷包說對不起 目前全台警察局設置的科技執法設備 一一二年的六月份統計 已經有四百七十處 而且地點每年都還在增加中 以新北市為例 二零二四年一月到三月份 累積各市違規就有四萬九千八百二十三件 第一名是在新莊的中正路八百五十五巷口 還有巴黎的龍米路和關渡橋口 以及三重的水漾一路一段和捷運路口 在今年的一到三月總共取締了七千多件 然後在這個巷口呢 主要大家比較容易違規的地方 是沒有注意到那個標誌 上面有寫到說那邊的機車是七到九十 跟十七到十九十是禁止機車進入的 其實這些駕駛騎士違規的樣態 都很一般 在考駕照時就會告訴你的交通法規 只是也有人這樣說 像這樣子的科技執法路段 通常只有指示牌說 現在正在科技執法中 很多民眾就抱怨了 等到收到罰單才知道 這裡原來抓的是哪一種違規樣態 大家就說了 這是要他們自己猜猜看嗎 交通警察就指出了 一個路口有這麼多的指示牌 駕駛很難在幾秒內就看得懂 吸收 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不要違規 沒有清楚寫出來 開到路口都得小心翼翼 但貪圖方便的後果 就是無形中跨越了雙白線 駕駛也都沒發現 尤其路口寫停車在開 地上寫了停 偏偏用路人通常無視於他的存在 被開罰了 這才發現原來有科技執法 是執這個 儘管引爆民怨或痛批是在擾民 但數據卻可以明顯發現車禍下降了 利用一些比較AI的一些技術 取代了一些執法上面 遠景的執法或者攔檢的一些風險 所以然後來 抑制民眾違規的一個行為 然後降低所謂的一個意外事故的發生 坦白講 總是以前的意外事故 其實在台灣是排名前面的 意外事故很多A1也好 那112年大概他A1降低了百分之十一 就是大概一年從175人降到156人 所以科技執法確實有他一定的一個功效在 也許像這樣在基隆的人一路跟愛三路口 清楚寫著就是在抓你沒有禮讓行人 所有人都會提醒自己得要注意 因此民眾之所以討厭 大部分都是沒有充分告知 充分宣導 雖然相關單位都說有公告在官網上 但根本沒人三不五時就會去瀏覽 手法是必須沒有錯 怎麼有效告知 更應該是未來要思考的關鍵點 TVB的新聞正室 韋謝倫 台北採訪報導 而出國時我們常常會使用 機場的公共充電站替手機充電 但資安專家提醒 三大風險可能讓你的個資被偷走 像是被安裝惡意軟體 或是透過充電孔進行攻擊的充電陷阱 這時候就會拿出傳輸線找到公共的充電座插電 不過資安專家也提醒不一定是在臺灣 而是在全世界的機場 這樣的充電座都有被駭客入侵的風險 資安專家提醒充電服務雖然方便 但有三個可能危害 第一是惡意軟體 插座被篡改設定 竊取密碼或銀行帳號 第二是充電陷阱 透過USB插孔 竊取敏感資料或鎖定設備 第三是資料外洩 資料透過傳輸線共享出去 在外面充電其實不會想這個問題 一般來說我不會去想太多 對 如果知道的話會比較特別小心 有需要的話還是會充發 但是我不太會用USB去充它 還是會用插頭 我也是會怕會有那個 像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可能什麼資料外洩或什麼的這樣子 因為插頭好像不太會吧 這些潛在危機並非空穴來風 國內資安業者也提出警告 其實駭客就是想盡各種方法 要竊取民眾或是企業資訊 他就發現民眾其實經常會在公共的地方 因為沒有電 那他就會臨時想要找充電器 所以他就會在公共的場所 找個地方來插在USB 或者是Type-C這種來充電 駭客就會發現這樣的現象之後 他就再去改造那個USB FBI就曾透過社群媒體表示 民眾應該避免使用機場免費的USB充電 因為不法分子可以在充電口 安裝小零件駭入手機 進而掏空你的銀行 你的手機裡都有可能你網銀的帳號 你一些飯店的住宿的里程 機票的里程 還有一些相關你一些 一些奢侈品的網站 你所累積的點數 其實這都是錢 所以他都可以把這個直接把你偷走 這對所有企業而言也是惡夢 而且現在這種惡意軟體都還有AI的眼鏡 當你回到你的公司 有可能這個惡意軟體就這樣影響到你整個企業 若駭客藉由一般員工的裝置再轉接到企業電腦 員工等於在無意間幫駭客架設一條公司內部機密輸出的橋樑 如果他現在是有心人是想要針對像我們最近的製造業非常的熱門 那他可能針對某一些製造業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來去駭客到你的手機裡面去 然後再透過你的手機再感染到企業內部 預防其實就是第一個 你就是找真正的插座帶自己的充電器 自己插在公共廠的插座充電 這個是絕對不會有中途的風險 就針對這個途徑 那另外一塊就是坊街有賣 只有充電功能的USB線或Type-C的線 那用這樣的線去充電也因為無法傳輸資料 也絕對不會有中途的疑慮 你都使用原廠的線 那你就要去買個USB或Type-C的資料阻斷器 這個本身的線本身是有傳輸功能 那就是把這個USB插上去 USB這個前面的資料阻斷器 它就會確保資訊不會外露 你到機場的時候盡量是拿自己的行動電源 或是熟的朋友的行動電源來做充電 我們盡量在充電的時候 不管手機平板電腦 我們要把它傳輸的根本關掉 對於充電疑慮 桃園機場回應目前並未發生相關形勢 也將要求機場保全及維護商加強注意可疑設備 降低惡意置換的風險 TVBS新聞 中德榮 陳佑翔 王浩宇 台北採訪報導 好 至於房市的風險 新興安帶動買氣 今年三二九檔期 預售屋推案達到380件 年增三成 總銷7800億也是歷史次高 預售屋連續四個月交易破萬件 更是兩年來首件 再不買就更貴的氛圍 導致投資客回籠 也引發首購族效率 屋內設備空間規劃都詳細介紹 建案在板橋蛋黃區 主打總價一千三百多萬的小豪宅 目標客群就是首購族 看從去年新興安上路之後 一直到今年 從這個前兩天政府統計出來的 這個每三戶貸款 就一戶使用這個新興安貸款 利息有補貸 而且其實他認定的 這個內容來講是很寬鬆的 他知道名下沒有不動產 其實就可以認定 新興安上路以來 平均每月有超過五千戶申請 遠高於咒方案 每月只有不到兩千戶 意外成為房市回春的強心針 從329檔期就先看出端倪 根據房屋交易網的統計 今年329檔期預售屋的推案量 達到了三百八十件 是年增三成 而總銷也達到了七千八百億元 創下歷史次高 這也顯示今年建商對於銷售狀況 具有信心 去年大概從七月一號開始 整個下半年因為這個平均率 線條例上路的關係 所以其實整個預售屋 在去年下半年都沒有推 大家都等到今年329才對 那去年度下半年度很多人都不敢買預售 今年大家要出來買 所以今年整個329我們認為 可能會延續到520 細看各縣市的預售物狀況以桃園市最熱 在重劃區助攻下有九十七件 總銷為一千五百六十三億 年增率百分之一百二十七 而台中表現也很旺 人聚焦在傳統熱區 包含北屯西屯及南屯等 京華區塊都有指標案登場 至於新北雖然暗量及各案 被桃園跟台中超車 但整體量能是向上成長 反觀台北因為去年積期較高 今年總銷重疊超過五成 衰退最多 整個大選底定 然後加上還有新清安的 那個持續的利多 他也幫助一些首購 降低他的購物門檻 所以那建商在看到這個 買氣回溫的狀況下 他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房價的關係 那大家知道現在房價會 整個處在一個高檔的位置 所以那在市場會有預期說 我是不是越晚買 越貴的心態在發酵下 那很多他的首購買盤 或這些他就會 提早進場或積極進場 即便去年的修正平均地權條例 禁止預售屋換約轉售 要抑制炒房 但看到市場的趨勢 更吸引投資客回籠 以目前來看 不只是首購族 在資金的帶動之下願意進場 那看好未來價格的漲勢 一般的智產族 甚至投資族願意進場 鎖住成本的趨勢 也是越來越明顯 平均地權條例 有所謂的禁止換約的 我們說規定 但是我們看到 在這個所謂的兩年 到三年的施工期 如果大家願意把這個籌碼 或資金鎖在這樣子的物件上面 的確可以賺到非常豐厚的這個價差 過去快速轉手的炒房模式已經消失 不過把操作由短轉長 部分投資客沒離開市場 讓房價繼續維持高點 以短期這個通膨壓力來講 然後再加上我們看到 相對來說整體的這個平均利率 仍然非常低 所以我們認為說 以這個升息 或者是打炒房的這個措施來講 現在都不足以抵抗 這個比較強大 不管是智產 或者是抗通膨的壓力 建商端它的營建成本 這個很難會有下降的空間 那再來會有一些利多 政策性的利多 包含性慶安 去推升整個買氣 那在供需的支撐下 其實你說目前的價格 真的會比較呈現 易漲難跌的狀況 新慶安雖然是年輕手購族的 小確幸 卻也意外成為房市回溫的助力 讓市場弥漫者 再不買更貴的情緒 房價回落的這天 短期內還是很難看到 特別新聞 李延志就有宣傳台語報導 好 台灣還有一個數字增加了 就是逐年攀升的離婚率 2022年總共是50803對離婚 當中三成結婚未滿5年 然而這也帶動了另類商機 有婚戒品牌反其道而行 推出了離婚戒指 透過重新的設計 過去兩年訂單暴增3倍 營收上升超過7成 這個就是上帝內印出來的模 就是可能是客人訂製的 然後我們就會給客戶 就是先 比如說這種一顆拉的鑽石 我們就先插上去 他們想在簡單之中 再一點點的華麗的話 他們就會加一些少鑽上去 那他們就會很喜歡 將打樣好的鑽石戒台 放上測量戒為工具上 可以精準幫客戶 打造獨一無二的戒指 尤其近期接收到不少客戶 都是將原有的鑽石戒指 保石戒指拿來修改 這個就是其實就是紅保石 是緬甸的 就是以前的話 就是已經很貴了 到現在它的價格也是漲很多 所以一些長輩就會想把 比如說這個那麼豪華 以前舊款的台改成一些 比較現代的款式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就會幫他們改成一些 比較放射性的一些設計 然後讓他們 就比如說用這個石頭 配成這個台 然後我們就會進個3D 幫他們重新再畫 除了把舊油款式改掉 現在更連結婚戒指 都有新商機 結婚的時候戴上結婚戒指 是象徵兩人的愛情 不過當婚姻走到盡頭 這個戒指該怎麼處理呢 因為鑽石跟保石都很保值 現在越來越多人 會把它改為其他的款式 象徵是離婚戒指 其實這個商機一直都有 就是我們每個月 大概都會借到五六單 客戶他可能會拿一些 以前跟前妻結婚的戒指 會來改 然後送給新的 信任的老婆也有 然後有一些就是 說那個長輩 長輩他們留下來的東西 也會來改 其實這個市場早就已經有了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幫客戶 改一些台 譬如說那些鑽石 他們拔掉之後 我們會上地列印 然後幫他們重新做一個台 Ryan經營工作室 不只可以訂製 珠寶 鑽石等等飾品 也能幫救我的戒指改頭換面 隨著現代人離婚率提高 如何把結婚戒指的 市場再做大 珠寶行業界創新的行銷 讓離婚夫妻的婚戒 也可以變成另一種收藏價值 這個就是媽媽把鑽石傳承給女兒 然後我們這個就是 重新幫她用玫瑰金去 因為女兒 玫瑰金比較年輕人比較喜歡 然後我們就重新幫她 做一個新的借台 其實重新設計鑽石戒指 寶石戒指款式 走就是商機 而過去很多離婚夫妻 會把結婚鑽戒直接賣掉 或是只能放著不帶 隨著觀念的改變 離婚也能是紀念 或是也能讓鑽石 寶石用另一種方式 成為每天可以佩戴的飾品 結婚戒指 因為原本是戴無名指 所以尺碼都會比較小 可能就會改到戴食指 或是改更小 就是做尾戒這樣子 可以做很多的設計 或是可以改成像上鏈 還是再搭配成一對做耳環 都是可以的 因為鑽石它是保值 然後它也算是不會很輕易 說毀壞的一個產品 那所以現在的人 每個人對紀念的事情的 多元性就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覺得各種的明目 去購買這個鑽石的動機 都有就是更增加更多元 根據內政部統計 台灣二零二年離婚數 五萬八百零三對 其中婚齡未滿五年就離婚 佔了百分之三十四點三 五年到十年有百分之二十三點三 而從歐美開始帶起一波 離婚戒指風潮 加上年輕人越來越晚婚 甚至不婚 對專攻婚戒的品牌 也得開始謀新的出入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次品牌 因為很多的時候 它的主品牌 還是走一個愛情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這時候如果它推出 像這樣的所謂的一個 離婚的戒指的話 消費者可能會心裡面會影響到 本來它既有的一個 所謂的美好的感覺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它可以透過 例如說本來過去回購的消費者 再回到店裡面去做服務 那當然這時候 它其實等於說 我是如果這個消費者本身的 一個愛情的元素 那當然對品牌來講的影響 就比較不會這麼大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它可能可以透過 例如說 我是針對某一些特定的對象 那當然離婚戒指這件事情 它其實還變不見得 是這麼容易受到大部分人接受 可是至少我們相信說 以未來的時候 在整個珠寶市場裡面 可能占到百分之一左右 這樣一個成長的比率 可能是有機會的 隨著離婚戒指需求升溫 在台灣讓結婚戒指 在夫妻離婚後 不再成為負擔 當然 無論是一個人 還是有人陪伴 都很害怕失智 事實上 有一大類的失智症 主要是以語言功能受損為主 而根據衛福部統計 台灣失智症患者 已經超過三十萬人 如果家中長輩 講話速度突然變慢 反應也減弱 務必要提高警覺 失智症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疾病 它不只是單純的記憶力退化 還涉及到多個認知功能的受損 以語言功能缺損為主要表現的失語症 就是其中一個可能的形式 退化的語言功能 對患者日常生活和人際交往 都會造成困擾 值得注意的是 理解困難是失語症的一個常見症狀 患者可能難以理解他人的說話 尤其在語句較長或較複雜時 更加明顯 口語表達困難 則使患者難以準確地說出 真正的想說的內容 有些人可能能夠說出單詞 但無法將它們組合成有意義的句子 阿茲海默症是最常見的失智症 在顯微鏡底下 可以看到典型的神經病理變化 是類澱粉半蛋白的斑塊 以及神經纖維糾結的堆積 當我們發現家中的長輩 講話的速度突然變慢了 反應也減弱了 常常跟不上對方的一個問話 這時候就要提高警戒心 如果語速的變化是一個 比較緩慢的過程 可能一般家人或是醫師 都很難去判斷 事實上一般失智症 還是以記憶功能的衰退為主 這個記憶變差 然後應該是慢慢慢慢的變化 並不是快速的變化 如果是快速變化 那有時候可能要考慮到 還是血管性的失智 這個會比較多一點 認知退化 還有或是到失智的話 最主要表現在還是在認知功能的 這包括記憶力 語言功能 還有判斷力這些的一些退化 當然也會合併有一些情緒行為的退化 衛福部公布社區失智症 流行病學調查結果 顯示台灣65歲以上的 失智症盛行率高達8% 隨著年紀越大 失智症的盛行率會越高 目前推估台灣失智症的人口 已超過30萬人 失智症的早期爭端 包含了記憶力變差 常常詢問相同的問題 語速變慢 講話容易中斷 判斷力變差 無法執行原本身認的工作 有一類型的失智症 跟語言功能比較有關係 那就是耳念葉失智症 那一般這樣的病人 他的詞彙或是文法 會發生問題 如果從生理和病理觀點探討 失智症中最常見的 阿茲海默症和腦中 類澱粉斑塊成績有關 研究也顯示 睡眠可以經由 腦淋巴循環系統的 血管旁途徑 來清除腦部的這些 排泄廢物 也就是類澱粉成績斑塊 所以睡眠對於類澱粉斑塊的 清除是相當重要 也因此可以衍生為 睡眠不足 可能會促進阿茲海默症的發生 語言是人類皮質很重要的功能之一 一旦這個部分受損 對我們時期的理解 語言的表達 附送 以及對事物的命名 都可能產生顯著的影響 我們過去常提到的失智症 更加強烈的影響 另外在50歲 60歲 以及70歲 睡眠不足 與正常睡眠的時間相比 也會有增加30%的 老年失智症的風險 但有另外一大類的失智症 主要是以語言功能受損為主 稱之為 額念念念念失智症 這種前額念念失智症的病人 主要是以念念語言區受到侵犯 而導致他們語言區的功能受到影響 進一步在臨床上表現出語言功能受損的影響 醫師表示早期發現失智症 家人才是每天跟病人做溝通最重要的人 如果早期發現不尋常狀況 家屬應積極帶病人盡早就醫檢查 避免病情惡化 TVBS新聞 中德榮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